西晶蓉為國務院大臣 我聽到這個消息都比較有些驚訝 因為從數學上來看 真的剛剛找到雙方的人數是完全對稱一樣 其實我相信那個機會應該是幾百萬份之一都不頂 但是重點不在於是否大家都否決 反對政改方案追蹤支持政改方案 其實有沒有重要性呢 從我的角度看就是沒有重要性的 因為就算是政反雙方的比例是怎樣都好 大家可以看到可能令到雙方的政治立場 是更加堅硬 更加互不相讓 對於解決問題我相信是完全沒有幫助 如果你問我 我反而是希望在這個時間有些冷靜期 是甚麼民調都不要做 大家應該靜思一下 我們面對這個困局應該是怎樣去解決 我覺得還反而有意義一點點 我覺得民調的可信性是會被人質疑的 因為我也想看看背後的數據 是否真的正反的人數是完全一樣呢 如果你做到完全一樣的時候 是否都是符合民調的一些很基本的準則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從一般人的角度 從一個數學的角度看 是可以做到定點位之後的數字都是一樣的呢 那個機會真的我覺得是很低很低很低的 但是你相不相信 反對這個方案的民調是越來越接近 好 我覺得這個是相信的 因為來到這一刻可能大家都覺得 如果期望泛民是作出退讓 可能是不切實際的話 其實中央作為掌權者 其實它是不是都應該考慮一下有什麼退讓 可以令到泛民主派容易接受呢 所以這些支持反對的數字的升跌呢 是跟當時的市民對於雙方的取態 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來到快要投票這一刻 可能市民覺得最能夠真是可以解決問題的呢 可能都是在中央那邊 而中央在以前是沒有任何的表現 所以他們可能對於支持方案是感到很失望的 會覺得有結果對於泛民 是應該會否認識的反應沒有什麼結果呢 我覺得這樣的結果 就是對泛民的立場是完全沒有結果的 其實我也有聽到泛民很高興地 奔走相告說我們追到了 其實我也想泛民一句有何喜之有呢 追到那又怎樣呢 追到是不是就是表示 解決到我們這個政改的問題呢 只不過可能背後只是說追到了 對於保護自己是比較有用的 但是對於為香港人尋找的出路呢 其實作用真的不大 我覺得無論泛民也好 或者中央政府也好 我希望都是他們將這些民調的數字擺下 去靜止一下大家可不可以向前走一步 我覺得還有意思多一點 為什麼會認為 對於保護自己的結果 會有更加強烈的結果 會有更加強烈的結果 對於保護自己的結果 rather meaningless to talk about whether the pandemocrat support 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upport is one or two points over the others. I think the real question is what have we done to try to resolve the present impasse, to try to find a solution for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I think tha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poll. Okay, thanks.